當然我以前真的比較不會照顧身體 但現在呢 我就是從基本的平常來做保養 例如呢 我手上這一壺 哇 這是什麼啦 我跟你說 這個是那個 我今天剛好沒有放到黃旗 我裡面就很簡單 就是紅棗跟那個枸杞 就這樣而已 然後如果你想要就是放黃旗的話 也可以放黃旗 就是我平常就是放這三種 然後放在保溫杯裡面 平常就是做用這三種 中藥材來喝 它其實是很溫和的 所以它也不會說特別的 例如說會特別太躁 或是身體太冷的人不能喝 其實這個就是針對完完全全 就是一般人都是可以來喝的 那我覺得小朋友的話 我就是覺得我還蠻freestyle的 freestyle的媽媽 所以呢我覺得只要她好好乖乖的戴上口罩 回家好好的洗手 因為呢戴口罩其實的確 讓她感冒變得非常少 要謹慎 但是不要過度緊張好不好 祝大家呢都可以有非常健康很好的身體囉 好不好 謝謝我們的旗會 不客氣囉 其實呢最主要還是要根據她的那個TOCC史 比如說呢就是有沒有那個T就是所謂的trouble history 就是有沒有接觸一些從國外回來的那個人 或者國外的旅遊史 那all就是occupation 比如說她呢就是她的職業是高風險的 像是醫生啊 那個就是護士 空姐啊機師這些 那一個C的話是contact history 就是她沒有接觸一些就是確診或者疑似的人 那另外一個C就是cluster 就是群聚感染有沒有群聚感染 如果有這些TOCC史的異常 又合併呢有出現發燒啊 咳嗽啊肌肉痠痛疲倦啊 呼吸困難啊 嗅覺味覺喪失這些情況的話 那真的就有需要去醫院呢 做這種我們說這種新冠肺炎的這種篩檢 周一周二晚上九點 姐妹站出來